3月12日,RSA蔡卓妍现身参加中宝活动,对于和男友石横聪的婚事。 蔡卓妍坦言,两个人开心就好,自己并不急着结婚,也正是因此才会去做动乱。 后来,她还满脸无奈地说,个个都戴戒指,难道个个都已经结婚了吗?态度回避。 不过,她和石横聪的感情,应该还是不错的。 采访中还开玩笑说,要让石横聪买下40万的心心相印戒指送给她,十分甜蜜,据悉,蔡卓妍冷冻的卵子多达20例,林志玲当年冷冻9例卵子,酒花费了300万,蔡卓妍的冻卵价格将近千万,为以后的生育计划做足准备。 但今年46岁的林志玲,已经和日籍丈夫结婚两年,依然没有怀孕的消息爆出,冻卵生子的方法,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。 蔡卓妍今年也已经38岁,妥妥的高龄产妇,因此许多粉丝都很着急她的婚事,希望蔡卓妍的这段恋情能顺利开花结果吧。